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茄子好吃到不想停筷子的做法 加三个鸡蛋,不炒不煮不油炸 出锅真的没想到这么好吃 比吃肉还受欢迎 吃起来口感软络鲜香 关键式做法也很简单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半个红椒,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一个火腿肠,先切成片 再切碎 也不用切太碎了,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 再准备适量的大虾仁 再准备适量的大虾仁 可以称为蔬菜类的一种 皮薄汁水丰富 口感脆嫩清甜 经常吃对身体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玉米粒剥下来之后 锅中水提前烧开 把它倒入锅中 焯水一分半钟 这样可以去除玉米的生味 使玉米断生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再捞出来 装入碗中 然后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茄子 切掉头和尾 再给它切成片 可以切薄一点 茄子比较老的情况下呢 建议大家把皮去掉 今天我买的这个茄子是比较嫩的 所以就不用去皮了 茄子皮的营养也是相当丰富的 再给它切成细丝 朋友们 每天我都会给大家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请大家在看视频的同时 别忘了给我点个小爱心哦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往里面倒入三个鸡蛋 加一勺胡椒粉 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搅拌均匀 这里就不需要加其他太多的调味料 这样吃起来营养又健康 搅拌均匀之后 加一勺糯米粉 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糯米粉 能够使做出来的产品 更加的软糯好吃 增加饱腹感 还可以使其定型 搅拌均匀之后 电饼趁预热 在每个小孔里面加一勺油 用刷子给它均匀地刷开 再打一勺茄子鸡蛋 把糯米粉糊倒进去 整理整理 盖上盖子煎两分钟 把底部煎至金黄 再翻一个面 继续煎两分钟 把饼煎至两面都成金黄色 全程大约四五分钟左右 就已经熟透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很香很香 用铲子按压 都可以感觉到很松软 盛出来 把肉盘中美味继承 色泽金黄诱人 瞬间让人食欲大增 满屋飘香 口感软络清香 每吃一口 都能吃到虾仁非常独特的口感 肉质鲜嫩不腥 还富有弹性 有茄子 鸡蛋 虾仁 火腿肠 玉米 等等 简单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营养均衡 外焦里嫩的 真的是太好吃了 可以用它来当做早餐 做主食 饱腹感呢都很强 家里面的老人孩子 都可以吃 属于一道老少皆宜的家常美食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美食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